嗨 大家好 今天是隔離第十天 天天 快瘋掉了 真的是快瘋掉了 我跟你說了 但是我覺得 我好像六年 這廢了六年沒有好好睡覺過嗎 我整個睡了一個禮拜 睡了一個禮拜 然後 狂睡 狂睡 然後還好我食量不大 所以我也吃不太下 所以應該不會太胖 有很多人問我說 欸你不怕變胖嗎 其實還好啦 我就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吃正餐的人 我喜歡零食吃一吃 不太會吃正餐 所以 一杯蒸奶 我就午餐就不用吃了 你知道嗎 當然我知道那個熱量很高啦 I know I know 但就是 而且晚餐也不太吃 我就吃早餐 Anyway 反正 也沒事 然後我剛剛也跟我媽講了電話 然後把我有的朋友都打了一遍 所以 能講的都講完了 我想要想說 那我來錄個影片給大家 因為很多人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 大家都很好奇 為什麼我要離職 如果在工作這麼好 為什麼要離職呢 為什麼這麼勇敢 然後要離開你的舒適圈呢 其實我怕死了 我告訴你 我真的是 Troll it down 真的是Troll it down 做了這個決定 但是 我覺得當你 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 I'm more scared of staying than leaving 當你覺得你在同一個地方 一直待著沒有變化 比較可怕 就是 怎麼說 Oh my god 中文不好 就是 我後來到了一個點是 我知道我不離開的話 我會後悔 我離開了 當然也有可能 一切都會 找不到任何的出路 或是 沒有任何的計畫 或是 人生可能也沒有 You know 但是我知道 我不去嘗試 我不會知道答案 但我停留在原地不動 我一定會後悔 所以我覺得 我是打到這個牆 然後 做了這個決定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 加在一起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人生從 疫情開始 去年2020年的時候 開始就一直在傷我巴掌 所以我是 累積了很多的原因跟因素 我勇敢的做了這個決定 而且我覺得我最 大家最不懂的 我的朋友們 其實最傻眼的是 忘記離職 但你沒有找到新的工作 沒有 那你之後要幹嘛 我不知道 那你幹嘛離職 時間到了 就是 很多人的問題說 那你之後要幹嘛 你要幹嘛 我覺得有時候 不知道的答案也是個答案 我覺得有時候 學著去接受未知 會讓你心裡 心裡 放下很多壓力 雖然我還是 時不時會有一些 恐懼 但是我很相信 生命關了 就是你關了一扇 你關了一扇窗 才可能再開 新的出路 因為如果我一直待在那邊 我其實不太會去看其他的機會 我也不太會去 有那個 需求去尋找更多的出路 或者是去尋找我想要的未來 或者是我 我想要的 的東西 對啊 那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小小故事 就是 我這樣子 種種經歷這兩年來 為什麼 到最後我做這個決定的原因 我在去年 2020年的時候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公司就已經 停飛 開始停飛 在3、4月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飛 所以我大概兩個月 都沒有航班 然後 到7月的時候 然後我終於有了兩個航班 我多開心啊 我真是 我記得我的時候 飛了一個紐約 跟一個 Los Angeles 洛杉磯 然後雖然那時候飛 我們那時候是全部包起來在飛 因為疫情 你知道口罩、眼罩、手套 然後那個 米其林裝 的那個 防護衣這樣 在飛 可是我只要一到外張 我整個人就是這樣 Oh my God 好開心喔 而且美國一直都是很chill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關啊 沒有封城 所以那時候去美國 就是 覺得 哇 生命 但是好 所以我終於開始飛 又找回了我 就是又開心的 飛了兩個 兩三個韓班之後 我拿到8月的班表 很開心 因為有慕尼黑看我弟 然後還有 首爾 韓國可以去看我朋友 很開心很開心很期待 隔天 我看的班表被 remove 就是整個班表變成 ground job 就是 地 你在地面工作 你不飛 然後我接到Dior 他們跟我說 喔 我們選了你 來當我們的客服 客服 客服專員 因為你講三國語言 就是英文、德文、中文這樣 嗯 我整個崩潰 我才 我才剛 終於可以回到 就是我愛的東西 回到天上去飛你 你卻 你卻把我remove 然後 我整個崩潰 但是我們公司的問題就是 他們決定了什麼 你 你沒有話說 好啦其實全世界公司就是這樣 你在大公司工作就是這樣 所以 好 我現在只是 我不是在抱怨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的心力 心 心 心力路程 就是 經歷了這個 然後 發生這件事情 我心裡就很多不平衡 我覺得 而且它不是說一個月兩個月 它是直接六個月 就是很多不平衡 你的薪水比一般組員少一半 因為我們組員是 飛行時速在賺的 所以如果我只有 底薪 那我的薪水就少組員一半 然後 就很多不平衡啊 為什麼 你只講一國語言 然後我講三國語言 我卻好像要被懲罰 去當那個 就是 call center agent 我不是說這個工作怎麼樣 我很敬佩這個工作 因為我覺得他們太屌了 但是我自己那時候就是 很多的不平衡說為什麼 like it's not fair 不公平 然後再加上 我不是一個可以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 帶著耳機 然後一直 我很愛講話 可是我需要跟人 I need people I need to talk to people I need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you know 所以那時候 一開始我想說好 Christina you can do it 就是 好沒關係 你就是 加油時間過了就好 你就是每天就是 但是 當你一天九個小時 然後 我跟你說 打電話來克服的 不會是好事 你知道嗎 怎麼那麼 那麼 打電話來克服的 不會跟你說 喔謝謝你喔 你人真好 欸欸 不會 他不會打電話來稱讚你 他打電話就是來罵你 所以打電話來的人 都是問題 你知道嗎 沒有人會打電話跟你說好事 所以 你接的電話全部都是負能量 所以 當你一個很正面能量的人 一直在被負能量 就是 Cover的時候 我整個能量都沒了 連我朋友他們都 有笑到說 欸你 就是我變得很暗沉 就是我整個人這樣 嗯 很暗沉 就是 I don't know 怎麼說咧 但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覺得快要得憂鬱症了 因為我瘦 那時候瘦了快10公斤吧 因為也吃不下 然後 回到家就是這樣子看著牆壁這樣 放空來空洞 因為 你9個小時 你就一直在跟人家 被人家罵 你這公司很爛 你這個票怎麼樣 然後再加上這也是我自己 一個很大的考驗 跟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 我也是經歷這東西 我才意識到跟學習到 就是 我會take it personal 就是我會往心裡去 我覺得 當客服專員的強項 你必須要 不能往心裡去 但是我的個性就是 你需要我幫忙 我就是想要盡全力幫你 這就是我的個性 我覺得 那我就會 如果我沒有辦法幫到你 我就會 嗯 就是我會往心裡去這樣 可是 這樣子 你每個乘客跟你抱怨 你都往心裡去 你心 你的心都碎了 你知道嗎 所以 很痛苦 所以這也是我 那時候必須學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不要往心裡去 可是同時 我不想要變得人型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客服專員 他們後來 they don't care 他們 不行啊 不行就不行這樣 不行啊 就不行 你知道嗎 就是 他們不會在乎 但我會在乎 反正那時候就是一個很掙扎 然後我就覺得我自己 很負能量 然後 我開始討厭 I hated everyone around me 就是我變得很負能量 然後 我不喜歡那樣的自己 我意識到我那時候 我不喜歡那樣子的自己 我覺得那不是我 我不要這樣子的自己 然後 我就決定拿無心架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 因為我在這樣子撐下去 我可能會瘋掉 我可能真的 我的 我整個人的個性 可能就會歪掉 我可能會開始 憤世技術 然後 我不要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 大愛 不是大愛 就是我是一個很正能量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選擇 拿無心架 雖然也是 有點把薪水放掉 然後 給自己心靈的一個平靜 但我真的覺得 這是我也學到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這個今年疫情 學到很多東西 你 永遠選擇你自己的 心 跟健康 跟健康多過於 工作 薪水 任際關係 就算是 你最親的人 只要他帶給你心靈上的傷害 你一定要選擇退一步 選擇你自己 因為 只有你自己的心是 就是 How do you say When you find your inner peace When you find peace You have to have mental health 你的心靈健康 比什麼都重要 因為你心靈健康 會影響你全部的人生 跟你身邊的所有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了拿五心架 那我一拿到五心架 我整個人 雖然沒有薪水 那時候三個月沒有薪水 但是就是 心靈又找回了我的陽光 然後我又變回了 Yeah 三個月之後 回到 三個月之後 我很幸運的就 公司讓我回去飛了嗎 那 飛 我很幸運的是 三個月之後 公司就讓我回去飛 我們就做了一個訓練 然後我就回去飛了 飛了幾個月之後 因為疫情也 也緩了 就是我們在台灣一直好像都 沒有感受到疫情這件事情 是到現在 才感受到 但是我們在去年 就已經經歷了 全部的 該經歷都經歷完了 所以 到今年呢 三四月 五月我們就開始 狂飛 航班也是滿的 然後 你的班表也是滿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變成說 因為我們裁員了 裁了一半 我們光是大概裁了一半的主員 所以你說我們主員 少 航班多 所以我們變成飛行的 我們本來 Let's say 舉例來說我們一個航班 本來要15個主員 做所有的服務 Service 但我們現在因為主員不夠 我們就一個航班 只有10個主員 所以你說我一個人的工作量 我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量 或是有時候一個人要做三個人的工作量 或是 就是 工作 當你工作量太多 然後又得不到任何尊重跟任何 任何人尊重你的價值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我幹嘛 當然錢 OK 但當錢又沒有達到WOW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比例就是 蛤 我到底在幹嘛 就是整個比例都歪掉了這樣 當然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可以繼續做這個工作 這沒有問題 我可以就是 吃苦耐勞啊 然後繼續做這個工作 嗯 種種的原因 我覺得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開始探討我自己的價值吧 就是 我想要什麼 我未來想幹嘛 那 我 台灣的居留權的問題 嗯 移民署很幫忙 所以 我主要的要求就是 一定要在過期前回台灣 所以我必須要大概過期前入境 那 那時候我就說好 所以我其實就一直就有一個期限 那我達到一個點是 所有的 箭頭 都 傾向離職 雖然我沒有答案說我以後要幹嘛 很多情緒樣哭 當你 知道 待下去不是對的的時候 就該離開 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是對的 但我那時候 知道我不想要待了 那 當我離職的時候我其實 當然不捨 很多不捨 但我也覺得 我最後就是開始 害怕 我害怕我一直待 我害怕 我害怕 我害怕不改變 我害怕不成長 我害怕 自己 自己 不勇敢 不勇敢吧 因為我覺得 人生就這麼一次 我還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嗎 反正我最後結論就是 我現在不走 我不會知道說我外面世界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走了 我出去看看這個世界有什麼 有什麼我可以做的 我有什麼什麼 也許我更有熱忱 或者是 什麼 去看一看 那 我想要再回去飛 永遠可以啊 我覺得永遠可以回去飛啊 我覺得我的經歷 任何航空業都會要我啦 好 我不是在說 我不是在懸崖子說 就是 我的履歷就都是航空業 所以 但是現在你要用我的履歷去做別的事情 很難 我覺得當你 心靈需要成長的時候 personal growth 很重要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要的 然後你要對自己誠實 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對自己誠實 然後 放下很多的執著 跟 很多的 很多的東西 然後去接受這個不確定 這個 這個未知的未來 然後看上天對我 有什麼安排 我這個生命給我 什麼路 走 那 唉 希望你們 不覺得我是瘋子 So proud of myself Seriously 我很酷欸 你敢嗎 你敢離子嗎 我不是說我很厲害啦 其實我現在也是穿了一袋 但是我覺得 哇 我做到了欸 again 我不知道未來要幹嘛 我不知道 where is my future I have no clue no idea but yo 你們就跟著我走著敲好了 好不好 乾要不要 我覺得人生充滿了未知 那這個疫情也教會我們 一切都是未知 你其實沒有辦法做任何計畫 你就算計畫了 哇我要去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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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疫情 BOOM You're not going nowhere 哪裡都別想去 So 你在怎麼計畫你的人生 你在怎麼覺得 你規劃好了幾歲結婚幾歲怎麼樣生小孩 那要怎樣 人生不是這樣 人生充滿著未知 所以只有 你只有去接納這個位置 跟 去感受生命的每一天 每一個 每一個moment 才是生活吧 對吧 好啦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你們有懂嗎 但 就只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的心 心 心理路程 好啦 先這樣囉 第十天 還有五天 欸 唷 每一個